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各位听众、观众 欢迎收看星期六问责 今天有我彭德章为大家主持 亦有我的拍档苏啟哲 早安 早安彭德章 早安 今天和大家谈谈一些未来的体育城市 政府宣布买入了巴黎奥运的播映权 大家今年可以免费在电视上收睇赛事 至于未来的11月 我们也会有另一行的体育城市 而且还要是第一次粤港澳三地首次共同承办 就是第15届全国运动会 以及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 站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香港将会承办8项的运动 包括男子U22蓝球 即是22岁以下的蓝球组别 以及场地单车、剑击、高尔夫球 男子手球、七人篮球、三项铁人和沙滩排球 距离赛事开始还要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大家对于香港举办这8个项目有什么意见 你们有期待一个怎样的全运会 都欢迎你打来172、311发表意见 今天直播室请到有全国运动会 统筹办公室主任杨德强 和我们谈谈筹备全运会工作和有什么配套 欢迎你 早晨 早晨杨德强 我知道前一星期四你和特首上了广州出席 一个组委会的成立大会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下 例如这一年半时间会有什么工作 如港澳三地会怎样分工呢 我们的筹备工作其实已经在成立大会之前开始了 我们的统筹办公室就在去年10月成立 而我们香港的筹备委员会更加早 其实在去年5月已经成立了 这个筹备委员会就集合了我们香港有关的政府的政策局 和部门的代表 一起去谈谈如何筹办这个大湾区 这次办这个全运会的 那筹备工作就随着在星期四成立大会 宣布了项目和日子之后 更加多的工作是会细化和去推展的 那接下来包括我们会订那个赛程 因为八个项目会在 比如全运会我们会在明年的11月9号到21号 那在这段期间究竟哪些时间 哪些日期会举办哪个项目呢 那场地的分配是怎样呢 以至到在那个场地 那个保安 交通运输 以至到譬如说很多支援 各方面的配套 都是要在这年多里面 我们和不同的部门去做 另外就是譬如说关于运动员 代表团 一些技术官员 譬如包括裁判的住宿 各方面的问题 以至到过关 譬如他们的装备的清关 这些都是我们要预先 要和各个省市的代表团和运动员 大家去谈的 那好了 刚才说到关于我们今次是粤港澳三地 大家一起去做 那所以 未来我们当然不可以缺少的 就是和国家体育总局 因为全运会 就是这个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的项目 而今次是由粤港澳三地政府去承办 那变成了其实四方都是一起共同去组织这个传论会 所以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已经和体育总局和广东省和澳门政府 建立了一个我们的联系机制 是很恒相的 大家有面对面去谈 也都有透过视像会议和其他方式去推动这个筹备工作 那未来相信大家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那所以我们都一定会全力去做这件事 那你刚刚说到和四个方面合作 那今次的举办完真的有简约安全精彩 那国家体育局里面有没有特别要求 特别你说过今次是粤港澳承办的 特别到香港有没有特别要求 那个简约安全和精彩 这个就是在2021年 当这个中央政府同意由这个举港澳承办的时间 已经下了一个这样的指示 那具体来说就是 譬如说说简约 那简约就是希望大家 第一样就是说不要建这个新的场馆 是尽量利用一些现有的场馆 或者即将落成的场馆去做这个全文会 而不是大英土木去建新的场馆去做的 那这个是一个原则 第二样就是说在简约方面 就今次都不会建这个选手村的 在粤港澳三地都会利用在场地附近的酒店 就给一些运动员去住宿 那都是希望减省开支 那安全就是包括就是说 当然是譬如说是保安方面 也都包括就是食物的安全 也都包括就是说如果因为全文会有很多人聚集 都希望做好那个疾病的防控那方面 那所以这个安全的措施 我们都是其中一个很注重的原则来的 那精彩不用说了 那因为全文会最重要是那个比赛本身 那我们希望可以搞到一个高水平的运动会 给我们的不同的省队、市队、香港的代表队 一些很高水平的运动员他们去竞技 而是可以给一些很精彩的赛事 给我们全国和香港的市民大家可以观赏 未来这一届的全文会和铲特澳都会有康幕式闭幕式 那两场现在就分别交给在广州和深圳那里举行 那广州市内也都有25个的比赛场馆 就是这么多的地方之中是最多的 可不可以跟市民预告一下我们香港这边会有什么看头呢 如果那个开幕式来说 那就在广州 刚才你也说过闭幕就是深圳 那我们刚刚其实上个星期在广州的时间 都有跟广州市他们负责全文会的同事有谈过这件事 那他们刚刚就委派了一个开幕式的制作团队 因为他们也是有经过一个招聚的程序 那就找了这个团队之后 那就由团队去构思整个开幕式去怎么样去筹办 那当然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节目 那我们也都很跟他们提出了 就是希望可以有这个 譬如因为今次是大班区 所以希望有这个香港的元素 那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开幕式去体现得到呢 那他们也都非常同意的 那也都稍后会安排这个制作团队 来到香港去实地跟我们 就是他们看一下香港的一些情况 那还有跟我们谈一下 那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意见 那还有他们也都说在这个制作团队里面 其实也有香港的香港人在里面去参加的 那所以这个我相信会有很多香港元素 香港特色在这个开幕式里面可以体现得到的 那三地始终都是分工合作 但是不多不少可能会不会都有存在一些竞争呢 就是你会不会都觉得有点压力 就是希望搞得好看一点 压力呢 我们就做了忙工作也有压力 但是我又不觉得是一个竞争的 因为今次其实真的 做到这个阶段 我们也很体现到 大家是一个很好的合作的精神 那越港澳三方 大家都是很多东西可以协商去处理 那包括那项目那里 那由三十多个项目 怎样去分工呢 那我们香港 比如说这八个项目 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都是非常之 大家很理解对方的情况 大家都是给了很多很有用的意见 达成这个决定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不会说是什么竞争 就算竞争都是良性 大家都是希望将这个全民会做到最好 大家一起将这个水平去提升 我相信是这样的情况 那不是竞争 但是有什么我们觉得 香港在越港澳一齐 今次承办的项目里面 突出了香港的特色 搞这个大型运动会 其实在广东省 包括广州和深圳 他们的经验是比我们香港多的 或者是近期来说 他们譬如全运会 在广东也搞过两次 是广东省自己去搞的 而深圳也都在十年前左右 就搞过这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而相比来说 我们香港就是上一次 搞这些大型的运动会 都要数到2009年的东亚运动会 还有这个2008年 我们也搞过奥运和残澳的马述 所以如果说经验来说 他们广东省比我们多的 而设施方面 其实也会比较全面一些 包括接待能力 场地的设施这些方面 广东是比较有经验的 但是我们香港来说 就是我们搞很多单行的赛事 我们也都这么多年以来 都搞不少的 那譬如说我们今次 所会申办的项目里面之中 譬如单车啊 高尔夫球啊 七人篮球这些 都是我们过去这很多年里面 搞很多单行赛事 大型国际赛事 也都是搞得非常成功的 那譬如七人篮球 是我们香港一个特色 也是国际间大家公认 是我们香港搞得好的 那高尔夫球也是 我们香港的高尔夫球公开赛 也是一个很有历史的赛事 那我们粉宁也是 很有特色的球场 而最近这个LIFT 在粉宁搞这个赛事 也是得到各方的赞赏的 那所以搞单行赛事 我们是可以融合到 很多国际大赛的元素 那这方面呢 我们也是有我们的经验和能力的 那但是呢 我们怎样可以将以往搞单行赛事 去提升到今次搞一个综合运动会 都可以搞得好呢 这个就要我们接下来 是一段时间要加倍努力 那杨德强先生 我们讲一下 接下来这八个项目 我们香港将会承办的项目 听到你最近的访问都要提到 考虑申办哪几个项目呢 有几个元素的 包括我们的场地 香港运动员的竞争力 和项目的受欢迎程度 那看回最终出路的八个项目 但是初时就说 原本是有共识 粤港澳三地 是香港可以承办足球和帆船的 但是最后这两个项目 都没有出现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是什么原因 令到这个共识需要改变呢 我们最初提议的时间 都是八个项目 刚才你也说了 当中是有帆船 帆船其实是包括滑浪风帆的 在国际间的赛事 比如奥运的赛事 其实帆船和风帆 它是有差不多有十个小项的所谓 我们当时的评估就是说 香港自己是不够地方 或者不够设施 搞了所有风帆和帆船的赛事 所以当时我们提出 可不可以和广东省 大家去分担 我们在香港搞一半的帆船 和特别是滑浪风帆的赛事 而另外一半在广东呢 过去都经过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的研究 最初有想过不同的地方 包括我们东亚运的时间 就是在赤柱搞的 但是赤柱 因为当时东亚运 只有几个国家地区 而今次是有参加队的数目 是多的 因为我们有传闻会说 是30多个省市 其实搞滑浪风帆 除了海面之外 很重要就是陆地上 其实有很多地方 包括给一些运动员 摆他们的装备 给他们去休息 做物理治疗 还有做很多支援的一些配套 在赤柱的地方 是不够陆上的地方 去做这件事 还有包括要搭建一些观众席 可以给观众看到 赤柱不行之后 我们也想过 当然很想在维港做 但是维港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详细研究过 气象的资料 就发觉风速是不稳定 特别是我们 其实在去年11月 都特意看过 维港的风势 发觉有些日子 是不达到 搞这些赛事的风速要求 所以内地也有专家来看过 最后就决定 不如将所有的赛事 都搬回到广东 我们也即时提出 就说我们香港 因为搞三毛铁人 我们也是一个 发展得挺好的项目 还有最近也搞过很多大赛 所以就想在香港 搞三毛铁人 而这个体育总局 广东省也很支持 所以就将三毛铁人取代了这个帆船 即是三毛铁人是我们提出的 是我们提出的 因为我们一直看到帆船风帆 遇到一些实际的困难 就是风速的问题 所以我们提出 不如我们搞三毛铁人吧 三毛铁人的好处就是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过一个 我们近年发展得不错的项目 以及可以在我们维港进行 可以利用我们好的设施 也可以展示我们香港好的景色 让全国以至外地都可以看得到 至于说足球项目 其实足球是一个大项 如果是全文会来说 但他们说其实有很多细项 包括有男子组、女子组 就算男子组、女子组都会再分 譬如男子会有分U22、U18 女子有成年组 亦有U16这样的赛事 是有很多不同组别的赛事 蓝球也是一样 有成人组有U22、U18 有男子、女子 国家体育总局 在集合了所有 越港澳大家的意见之后 最后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将所有足球的项目 放在广东不同的市场进行 反而将蓝球 如果大家看到的布局 就是说有些在广东省 有些在澳门 有些在香港 这个其实他们都是综合了 大家的建议之后 做了一个整体的考虑 因为足球、蓝球这些都是 人数比较多 刚才也说过有不同的组别的赛事 所以这个他们是一个整体的考虑 然后做了一个分配 但无论如何也好 无论足球好、蓝球好 其实我们香港 都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运动 我相信 搞这个蓝球 都会受大家的欢迎 和效果都会是好的 那足球那里香港 有没有争取过 刚才也分组的了 其实会不会争取到某些赛事 之前可以在香港打呢 我们最初提出其实都是说新办一个组别的赛事 就不是全部 刚才我说这么多个组别 男女子 U18 U22 因为我们香港如果要扮好这么多组 刚才说差不多有四五组的赛事的话 其实牵涉的对数有超过50对 那个人数都相当多 对那场地和接待的要求都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当时也提出搞香港男子的U18的赛事 但是他们经过整体考虑之后 就决定将足球所有的赛事都放在广东 不同的城市那里进行 也有提出过申请 我们只是搞男子U18 最终都有申请过而被拒绝了 我们最初有建议的 大家后面经过协商之后 现在我们是搞男子U22的赛事 刚刚有三项铁人 或者男子U22蓝球 这个就是取代了足球和帆船 这两个项目 刚刚听你说的三个铁人 都是我们香港一方提出的 男子U22蓝球这个又是怎样的呢 可不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南球U22其实是在大家的协商过程 因为他们体育总局 看过粤港澳三方交易建议之后 刚才也说过 他们看完之后 他们觉得想将足球的赛事 放在广东不同的城市那里进行 而南球澳门会举办一个组别 五人的赛事一个组别 三人南球都会在澳门 香港就搞这个U22蓝球赛事 其他有些女子的赛事 就会放在广东不同的城市那里进行 这个也是经过大家协商的结果 明白 好 也有些重点的焦点 譬如马拉松和公路单车的项目 在研究贯穿粤港澳 目前有没有更多的详程 究竟会否用到港珠澳大桥这些 这么厉害的基建 这个大家都在越港澳三方 大家都谈过 都很想利用这次既然是大湾区的传闻会 就可以做到跨境的赛事 大家在之前开会谈的时间 其实是探讨过不同的路线 接下来也会继续谈关于路线的问题 港珠澳大桥大家也有探讨过 其他的路线也有探讨过 譬如以往我们曾经香港做过 一些深港的马拉松赛事 所以这些都会是考虑之列的 在港珠澳大桥 其实如果要做一些运动的赛事 都是有很多实际的问题要处理的 包括在港珠澳大桥 中间有一段差不多七公里长的隧道 在这个隧道里面 如果是给一些运动员去跑步 或者踩一单车公路赛的话 其实也有很多问题要处理的 包括就是通风的情况 万一遇到有意外要救援的时间 如何处理 以至到除了这个隧道之外 在一个桥面 因为它是很当风的地方 风促对于运动员又有产生什么影响 这些都是要探讨的问题 所以所有这些方案 我们都会和港东省 澳门和体育总局一起去考虑 难不难克服呢 这些从体育上会不会真的搞不到 因为其实如果纯粹的影像画面 有一个港珠澳大桥的 有单车赛有马拉松是很好看的 这个绝对同意的 大家都有个这样的想法 就说希望尽量去处理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当然也要以运动员的安全 和健康为一个首要的考虑 所以这些都会稍后一并考虑的 接下来 原先我们也想着 申请4-5个群众的体育项目 接下来又会只剩下一个 就是保龄球获批 可不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群众体育项目是如何呢 或者大家未必很熟悉什么叫群众项目 全运会 以前来说这项目主要是跟奥运项目的 再加一个武术 总共有30多项 但是在2017年开始 国家体育总局想推动多些市民 可以参与这个全运会 所以就推出了一个所谓群众项目 在2017年就有20多个项目 去到2021年的全运会 就因为当时疫情 所以有很多的项目 规模是改正的 时间差不多 或者去完8点半新闻 回来再说一说关于全运会的相关消息 稍后见 星期六问责直播室 继续有全国运动会统筹办公室主任杨德强 跟我们谈谈全运会相关消息 听众观众如果有意见 都可以打来172、311 发表一下意见 刚刚说到香港会搞一个群众赛事的活动 就是保龄球 是否换言之 即是香港市民有机会 可以去启德体育园 打保龄球比赛 是的 因为这个群众的项目 就是在2017年开始有的 有20多个项目 里面除了有一些跟竞赛项目相同之外 例如乒乓球与乓球之外 有很多是正赛项目没有的 包括一些气功、太极 以至一些五人足球都有的 所以这个其实最主要是鼓励内地的居民 多些参与体育活动 还有有机会参与这个全民会 而也定了一个比赛规则 就是说一些省市的一线运动员 或者参加国际赛的运动员 是不可以参加这些群众项目的 变成了主要是鼓励我们一般爱好运动的市民 是可以有机会参加 而我们香港就会搞这个保龄球项目 保龄球项目也都要分为预赛和正赛 变成了全民会的正赛之前就会有一个预赛 预赛也会到时邀请我们香港的市民可以参加 选了代表之后 到时参加这个全民会群众项目的正赛 就会跟来自省市的不同的一些 值得通过预赛的代表去竞技去角逐 但是除了你说香港参加那一项保龄球之外 其他的群众项目就会有一项在澳门 就是空手道 而其他二十多项就会在广东省 在那些项目其实香港的居民 都是有机会参加个预赛 而在预赛出线的话 都可以去参加个正赛 所以全民会其实近年也是鼓励多些机会 给我们一般的爱好运动的市民 都可以有机会参与的 那是怎样参加呢? 比如我想参加广东省的一些比赛 稍后去到明年年初的时间 国家体育总局就会公布参加办法 每个省市也会安排一些渔赛 到时的话就会接受报名 可以给大家参加 香港也会到时安排一些渔赛 比如说就算不是香港主办的群众项目 都会安排的 如果在那些渔赛出线的话 比如举个例子 空手道路我们在香港会搞的渔赛 出线的话就可以去澳门参加这个群众项目 如果其他项目就要回港东省 好 那说到全民参与 当然我们除了参与之后看又很重要的 最近我们政府买了巴黎奥运和残奥运的电视播影权 我们市民可以免费看 包括这个不同的电视台 那接下来的全民参与之后的播影权呢 那个直播权有什么安排呢 以一直来说 这个全民参与的转播 都是由中央电视台负责的 那我们稍后就会和这个中央电视台 去谈谈关于这个转播的问题 那我们也都和这个港东省的同事 就初步有谈过的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可以在 因为今次是大湾区主办 我们都希望是香港的电视台 以至到港东省的电视台 大家是可以参与去制作一些节目 去转播一些项目 而令到我们更加多的运动员的比赛 是可以即时可以给大家 市民可以看得到的 那所以这方面呢 我们都会继续和这个港东省 和这个中央电视台大家去谈 关于这个转播问题 不过我在这里也想说 虽然有很多细节要谈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 我们一定会争取 是多一些的项目 是可以做这个直播 和做其他的一些制作节目 是可以尽量将这个 全民会的赛事 是可以给大家看得到的 那奥运就有双营电视台 和公营电视台都会参与 来到这个全民会 会不会都是这样的模式 这个我们都会 首先我们会和中央电视台 大家谈好了 比如说香港可以怎么参与 这个转播和制作 然后我们都会和香港的 包括公营和商营的电视台 看看他们对于转播这些项目 那个兴趣和做法是怎么样 大家我相信可以谈到一个好的方案 基于我们过往来说 连奥运这个都是一个很大型的项目 也都比较在转播权比较复杂的情况之下 大家在2021年的时间 都可以合作做得这么好 那未来今年的巴黎奥运 大家也会有合作做一个转播 所以我相信去到明年的全民会 在这个基础之下 也都应该可以做到一个好的 一个转播方案 接下来我们这个全民会 我们有几个项目都会在 即将落成的其他体育园区那里进行 包括就是七人篮球 劍击 男子手球 另一项就是刚刚提过的 群众赛事保龄球 可否也预告一下 这个新的体育场馆 会有什么亮点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怎么样精彩的赛事 这个体育园就是我们香港 其实在过去很多很多年以来 一个很重要的 或者历史上最大型的体育基建 它里面的场地 会达到举办一些国际赛事的标准 包括它有一个五万人的主场馆 刚才你也说过 我们车人篮球就会在这个主场馆里面进行 其实大家去看一些比赛的时间 除了看比赛场地本身 还有很多配套的设施 我们这个主场馆 除了大家看到我们的草地之外 还有五万人的座位之外 其实它在背后 还有很多给我们的运动员 给我们的观众 一些可以更加舒适的设施 可以进行这个比赛 或者参观这个比赛 包括提供一个好的棺材角度 以至到是有好的餐饮服务 而对于运动员方面 就是说它的更衣室 是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施 还有他们包括有很多 是给他们做这个物理治疗 或者做这个恢复 或者是开会的地方 以至到做药检 以至到我们传媒朋友 那个记者室 採访 那个安排 各方面 都会是比现在 我们香港现有的设施 是一个很大幅的提升 除了这个五万人的主场馆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 可以坐一万 有一万座位的 一个室内体育馆 这个室内体育馆 亦都是配套方面 是达到现在 我们一些国际级的 比赛场地的要求 可以举办很多不同的赛事 而今次我们就会有 剑击和手球 都会在这个室内体育馆里进行 我们都会希望 一些新的场地 是给我们的观众 一个新的体验 和一个很好的 享受棺材的一个经验 另外除了这个两个场馆之外 还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五千座位的 一个运动场 这个运动场 我们都会配合 我们七人篮球的比赛 是可以让运动员热身 而除了这个传闻会之外 平时更加很多的用途 都可以用这个运动场 但是体育馆 除了刚才我说的 三个比赛场地之外 他还有 刚才说的 有一个保龄球场 有一个40条球渡的保龄球场 也都有一个 很大型的商场 里面有很多餐饮的服务 也都有一个 我们叫做 一个 我们叫做健康中心 是可以做健康 健康和物理治疗的地方 所以整个构思和配套 都是为了一个运动而设 所以里面 我相信是可以让大家看到 一个所谓国际级场馆 是一个什么地方 杨德康 你最近有没有去过 现在这个 兴建中的企德体育员 里面提过 进到怎么样 以前 我也是负责这个项目的 所以由它设计阶段 我也有份参与 所以我对它里面的设施 也很认识 以至到我 回来做了一个传闻会 因为我们有很多项赛事 都在这个契德体育员 所以我定期也有去体育员 看看它的工程的进度 包括刚刚你问这个问题 我上个星期刚刚去完 都走了过多两个小时 我看到它里面的工程 都完成了差不多接近九成 如果大家有开车经过的话 都看到外壳 其实已经是差不多完工了 现在是在做内部装修 我看到工程的进度也是理想的 或者我们先听听众的意见 我们有听众尹先生 你好 尹先生早上 你好 尹先生早上 其实我想讲讲讲 就是说启德体育员 大家刚才听到你说 大致完成了九成 对我所知 内部消息 还有里面有很多的装修 都是在说政府刚刚才认识的 好像类似厨房那些设施 你刚刚才认识的 你有没有信心 能够可以 其实不要说全民会在香港 明年的七楼是自私去看得体育员的 在今年年底会完成 未来的陆陆续续才会开放 杨德强先生 会否看到类似的情况 是怎样 我刚才也说过 过去的几个月 都经常去地盘去看 上个星期 我和建筑团队 也有讨论过 他们也说工程的进度 可以如期在今年里完成 所以我们也有信心 而在工程完成之后 我们就会陆续进行一些测试 包括我们其实全运会 都有一个要求是做测试赛的 即是说我们其实在明年初 我们香港搞那八个项目 其中有四个会在契德体育员 我们都会陆续做测试赛 所以我们都应该按照这个进度 会全力去推荐 你说有实地看过 在体育员外的交通配套 你有没有看法 因为很多人担心 如果五万人去进场 离场的交通配套 会怎么安排 在这个设计阶段 已经考虑了交通配套 亦做了很详细的交通评估 这个体育员 因为它的位置 正在两个地铁站中间 就是这个契德地铁站 和这个松黄台地铁站中间 无论走去契德站 或者这个松黄台站 都是大概十分钟至十五分钟 便会到达 在这个设计的时间 其实也预计了 主要的人流 都会透过这个地铁 去这个场馆 和去离开 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可以给市民选择 包括我们有巴士的路线 有的士 和其他的安排 小巴各方面 所以这些都是在设计的阶段 都已经考虑了 当然现在差不多开了 我也知道 负责的团队 是和有关的部门 包括我们的运输处 警方和那个营运商 一直是大家有开会 和再一次检视 究竟那个交通和人流疏散的安排 怎样可以做到尽善尽美 好 希望都暢顺了交通 好了 大家去看比赛 门票方面的价钱如何订阅 门票呢 这个就要和体育总局 包括门票的价格 和销售 要和体育总局 和广东省和澳门政府 大家一起去谈 暂时来说 就未有一个决定 但是如果我们参考 以往全民会的经验 门票呢 有相当大部分 都是可以给大家去购买的 还有那个价格 都是比较相宜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未来都会和有关的部门 大家去谈 那买的会不会香港人 我们会有线 还是不是的 内地人 什么人都是先到先得 先买先看 这个呢 我们现在呢 都初步谈 都会到时候 都是经过 现在因为大家都很习惯 在网上去扣票 那所以呢 都会开发一个全新的网站 去做这个门票方面的工作 那至于你说 香港举办的活动 举办的运动项目 香港有分配到多少个门票 这个都会和我们四方面 大家一起去谈 那我们都尽量 希望争取到多些门票 是给本地我们的中义运动的朋友 可以入场可以观彩 那如果市民想出一分力又如何呢 因为澳门那边呢 就在今年2月就开始招募义工 那我们香港这边 几时会有招募义工的消息呢 我们就现在和香港有两个大的义工团体 去谈谈关于这个义工的招募 和培训方面的工作 那预计呢 在今年年中就会开始招募 那招募完这些义工之后 当然我们就会按照那个义工 他们本身的那个背景 他的兴趣去分配 究竟做些什么崗位呢 和给他们适当的培训 那就变成了可以 明年的时间就帮忙 那我们都很希望 是多些市民可以参与 因为搞这些大型运动会 就是真的需要很大量的义工的 那我们估计呢 我们香港呢 都目标 是希望可以招募到 接近一万名的义工人 那会对他们有些什么要求呢 就是会不会都特别 叫他们要有礼貌 因为最近香港 譬如服务业 餐饮业 那个服务态度 都会有些讨论 这个呢 这个呢 都会在我们培训里面 一定会很重视的一环 那因为我们都要接待 很多不同省市 以至到来棺材的一些观众 那所以呢 我们一个适当的态度 都是重要的 但是义工呢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纲位 有些可能是在那个场馆里接待 有些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工作 所以这个都会按照个别的那个 大家的兴趣 喜好和背景去分配 那说到今次就 粤港人一起搞了 那会不会在义工方面 都有机会 香港的义工可以去 朱三角或者大湾区 或者到分院大湾区 有些义工可以来香港 去参与帮手这次比赛呢 其实我们很多香港的朋友 以前呢 他们都有参与一些大型运动会 在海外的时间 都自己报名做义工的 那譬如我知道 有些比如欧运 甚至亚运 他们都曾经自己去参与过的 那我们今次呢 亦都和粤港澳大家三方面 在这个义工的安排方面 我们都会看看 会不会可以这方面 可以做到大家 如何去互相支援呢 以至到长远 就是说 可不可以有些大家可以互通呢 那这个我们都会和 粤港澳三方政府 大家去谈 亦都和一些义工团体 大家去谈 希望透过这次 大家大湾区 合办了这次赛事 可以累积到经验 日后就更加多机会 因为我相信 日后会更加多大型活动 大家去主办 那就令到义工 就更加多机会 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服务 是否都预期那么多的项目 就是招待全国那么多的省市 的运动员数目大概都是三千 是否都是这个差不多的数字呢 安排他们的住宿方面 比如酒店那些 当局会有什么要求呢 三千多的运动员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估算 那就是 但是呢 国家体育总局 它是就每一个项目 它会出一个比赛的指南 那到时呢 就会定了究竟 每一个项目有多少队 每一队 可以有多少运动员 有多少支援的团队 那变了到时呢 遲些的时间呢 就会有更加一个准确的估算 那这一方面呢 就是要接待几千人 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工作 那我们主要都是利用 在场地附近的一些酒店 那去给他们住宿 那当然 除了住之外 我们希望他们住得比较舒适之外 也都要考虑很多配套的 包括因为运动员 他一定要保持他的状态 那变了会有一些 譬如运动的地方 或者健身的地方 那样 以至到他们可能 要有很多开会的地方 以至到在膳食方面更加重要 因为呢 运动员是要抽样做弱检的 那所以呢 在安排膳食方面 其实都有一个很高的要求 那我们也要提供不同款式 或者不同类别的一些食物 那包括就说 譬如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运动员 他有什么食物的要求呢 那我们这方面 都是要提早去做工作的 那所以这个接待工作 我们都觉得 是非常之不简单的一件事 那说到酒店做这件事呢 会不会也削弱了 譬如刚才提到运动员很重要 比赛出赛之前 在鄰近有没有能够训练 足够训练的场地 和一些配套安排 这件事会不会较难解决呢 那个比赛场地和训练场地 我们已经想好了 是会有安排的 譬如说我们在 刚才提到的啟德体育园 我们刚才也举过例子 譬如青人篮球 比赛场地就是主场馆 但是训练的场地 它旁边有一个运动场 那里可以做一个训练场地 其他我们香港也有很多 籃球的训练场地 那我们这些 其实在规划里面 已经想到一个配套 即集中在啟德体育园 有些项目会是 比如你说籃球 我们比赛在洪馆 训练场地 我们就会在其他康民署的场地 提供给队伍可以做训练 但也会在附近的地方 九龙区的地方 另外也有九龙城区议员 也说过 譬如在啟德园区附近 都提供到大概三百间酒店房 那个数量够不够呢 因为同时都会吸引很多的观众 不同的旅客来到香港 香港的好处就是 我们交通非常方便 而且酒店的选择都多 在啟德体育园那间酒店 其实是其中 只是混混这么多酒店之中的一个选择 我们在运动园方面 其实很多都是住在 在鄰近一些酒店 我们也看了很多酒店 心目中有一些认为比较合适 所以那个选择 大家都不需要太担心 至于旅客方面 其实旅客的选择更加多 可以在不同区域 都可以选择很多好的酒店 好 说回到时这个城市 接下来有班来好运 大家好运知道 这个项目 我们在香港搞传闻会 除了直播 有没有附加的一些 活动可以令到全民 都有这个体育气氛 全民启动呢 这个一定有的 亦都在我们计划里面 陆续会展开 有没有一些重点的 可以吸引的行为 介绍一下 我想大家可能都有留意 就是很多时候在大型运动会之前 都会有些火具跑 有个火具传送的仪式 这些其实都我们 跟这个广东省一直都在谈 比如包括日子路线 牵涉多少人数 这个都是我们其中一个 筹备的活动之一 除了一个火具传送之外 我们都在计划 在巴黎奥运之后 就陆续会将很多宣传的活动 和一些我们关于全民会的信息 是去发放的 包括会在学校推广 亦都会安排很多示范的一些表演 和一些可能社区的活动 给大家可以参与 希望多些人可以意识到 这个全民会的到来 和到时可以入场棺材 今天时间差不多 我们多谢杨德强先生 杨德强先生是全国运动会 统筹办公室的主任 我们全港市民一起密切留意着 全民会来的筹备工作会如何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